我們來加上這個柵欄一下 你可以找這邊有好幾個柵欄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用全部的你直接找柵 有玻璃的喔也有玻璃的喔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是在那個範圍 有沒有這樣一個 但是呢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欄 你不要找柵 你找欄也可以 因為我們這些 好 有沒有很多欄 又有玻璃的 還是這一種的 也有鐵欄杆的 欄的比較多啦 假設你要標準的這一種的 我就把它 還是你要 用這個好了 這個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放在這一邊 我先放外面一點 現在呢你可以看到我們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了 好 如果你要 複製炒飯 來這邊Ctrl加C Ctrl加V 但是這樣太麻煩 我都很偷懶 給你看一下 我怎麼偷懶 這樣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了 1變2 2可不可以變4 你們有沒有學過等比級數 就是2的倍字方嘛 對不對 好 再把它選起來 你覺得我偷偷按什麼 我一個月用搶 然後按 用搶也可以 對 用搶變來也可以 所以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女兒搶 也有嗎 好 好沒關係我先講這個 等一下搶的部分我可以講 好 但是你這樣 弄完之後啊 我剛 我先講一下我怎麼複製的 我是這樣子 我按住Ctrl鍵 你看喔 我按住Ctrl鍵在拖曳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變一個加號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 是不是還是正力移動 所以我有再多按一個 Shift Ctrl按著我再多按Shift 有沒有我這樣移動的時候 就水平移動或垂直移動 有沒有 因為按住Shift會怎麼樣 鎖定角度 會鎖定角度 Ctrl是複製 好 等我好了我放開 我再這樣框起來 框起來 那麼你在這邊框的時候呢 因為有些同學是把它就擺在什麼 是不是草皮裡面了 所以如果你這樣框 會不會連草皮一起框到 也會喔 你看我放開有沒有草皮框到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 左這邊這邊 有沒有 從這裡選也可以 因為鐵欄框很清楚嘛 Ctrl鍵按著或Shift按著都可以 有沒有這樣一起選起來 好 選起來之後呢 我再Ctrl加Shift拖曳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好 這樣有了 這邊再四個 Ctrl按著Shift拖曳 好 那我這樣弄好之後 如果萬一我不小心怎麼樣 沒有對好 沒有把它對好 怎麼辦呢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見了 再一次 我放在這邊好了 好 這樣 我先做一個不小心的可以嗎 比如說這樣對不對 好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全部選起來 要對齊一下囉 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對齊跟什麼 分配加劇 好 你可以看要靠上面靠下面還是靠左邊靠右邊 好 對不對 要靠父親就好了 這樣講解嗎 好 好 父親的台語沒有 你怎麼把他講出來 知道了嗎 不要靠父親好嗎 好 他母親沒關係 可以嗎 不行 好 所以 我們就靠上面靠下面靠左邊對齊 好 你看 按一下有沒有對好了 再來距離是不OK 不要一個一個條 按右邊 這 有沒有水平或垂直分配 好 我們就讓他水平分配距離 有沒有 這樣每一個距離都一樣 這樣會了嗎 好 那假設呢 你這樣做好了 我把它再靠近一點 把它再靠近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距離先拉近一點 好 我重新再對好 好 好 這邊 蛤 看你啊 看你啊 你要不要留間隔啊 你要留也可以不留也沒關係 你就把它拉近一點 好 那麼假設我這邊做好了 老師會建議可以把它群組起來 因為這樣子 你看我按右鍵 有沒有要加具的群組 這樣子我就不用擔心 不管點到哪一個 有沒有都全部都一起選到 而且我現在下面做好 請問上面可不可以 Ctrl按著 拉上來 有沒有這邊就做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我一個一個就好了 欸 你一個人拿上去就比較辛苦啊 啊 這一邊可不可以自己翻轉一下 旋轉一下就有了 這樣會不會 會了齁 會了齁 會對齊的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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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